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 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在休息过后 继续回到今天的 多元族群分享爱 我们的节目是在 每个礼拜六下午的 一点到两点 在空中陪伴大家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文化旅游的主题 带大家好好的来认识香港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宜安旅行社的 业务经理朱晓琳 晓琳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美食 其实来到香港 你只要排美食的行程 你就走不完了 绝对可以填得很满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请 晓琳再来推荐几个 大家到香港必吃的美食 其实来讲在香港 我相信各位在网络上 都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美食 那其实我觉得 比较特别想要推荐的 像翠华餐厅 南方圆 然后拥寄的烧鹅 其实叉烧烧肉 烤卤猪在香港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这个绝对也不能错过 这个真的不要错过 而且其实香港的一些粥 我们讲去香港 我们常常去讲去喝粥 它那个粥真的是非常好吃 尤其是什么华旦牛肉粥 什么华旦之类的 那个粥是喝起来的那种绵密 入口即化的 对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我觉得他们甜品也很不错 也有蛮多的 像那个曲流山的甜品 然后天好运 包括现在我们网络上 其实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 美心皇宫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他们人民大会堂中 里面有一个美心皇宫的隐藏 其实它的隐藏是属于 比较中阶级的 可是他们的口味 他们的独特 他们的食材是比一般 你在外面所吃到的是 比较不一样的 它的食材比较高阶一些 比较高阶一点 而且它的氛围 环境都还不错 然后还有包仔饭 对 然后最主要就是 香港的丝袜奶茶 这个爱喝甜的 爱喝奶茶不能错过 绝对不能错过 丝袜奶茶 还有我们讲的菠萝包 菠萝油 那菠萝油 人家讲到菠萝油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菠萝油 它就是把现烤好的菠萝包 它把它中间 把它横切开来 里面放一块冰的一个牛油 下去之后 然后里面再弄一些 那个花生酱 那个是真的相当好吃 去香港 这种冰果菠萝包 冰果菠萝包 对 那去香港是必定要吃的 一定要吃的 而且是港式经典小吃当中的一个 对 大家必点的 对 然后现在最有名的鸡蛋仔 我相信应该都有听到 而且我印象中台湾目前也有的 也很多 鸡蛋仔 对 尤其我要推荐的就是 你在有一些大街小巷的一些 你可以看得到 它们有一些传统的周面店 或是一些小摊位 它们有卖一些牛杂牛肚 然后牛的一些什么牛肺牛大肠 然后搭配一些白萝卜 它们就有点类似我们台湾的那种 麻辣烫 可是它不是麻辣的 它是用卤汁去弄的 会很咸吗 不会 它们很独特的一个卤汁 那你可以挑你喜欢吃的东西 有时候拿着一碗 你在路边吃起来 那个真的是非常的过瘾 就很道地的一个文化 很道地的一个文化 对 如果敢吃这些内脏的听众朋友 就不要错过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 这个也是小玲推荐的 大家到香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好 因为美食的部分真的讲不完 对 真的是讲不完 讲到我都快要流口水了 对 我也是 时间有限 好 我们直接跳到购物好了 因为大家很关心的就是 来到香港一定要买东西 一定要去感受他们的outlet 所以就像小玲有一些独家推荐 是的 最感兴趣的当然就是购物 可是说到购物之前 还是要了解一下我们香港的交通 对 到了香港之后 你一定要去买的就是一个巴达通卡 其实就是类似我们的悠游卡的概念 你不管你搭巴士 搭电车 地铁 你任何的交通工具 它都可以用 包括 计程车也可以 计程车就不行了 对 计程车就不行了 甚至你去Seven 你去便利商店买东西 它都可以用 就是类似我们的悠游卡 非常的方便 我们去香港shopping的话 其实我觉得 一定要留意我们去的季节 保证你可以捡到 真的是去捡到好东西 而且非常的便宜 那来推荐大家 因为现在是五月 对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比较不建议 因为他们在夏天的时候 是七到九月这个时候呢 反而是这一个时候 他们会进秋庄的时候 是他们夏天换季打折的时候 是在七到九月份 那每年的是十二月到二月 是冬季换季打折的时候 他们进明年的春庄的时候呢 你在这个季节去 你真的是可以 捡到便宜 捡到便宜 对 所以大家笔记一下 七月到九月 还有十二月到二月的时候 到隔年二月 对 而且这是他们的购物节 他们 其实他们每年都有推出 不同的折扣活动 可是最大的折扣 就是在这 就是这两个时段 对 这两个时段 真的很会做生意 对 好 那这个是购物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这个 旅游景点的部分 其实很多的观光客 第一次来到香港 大部分都逛街 吃美食 都是一些比较热门的 我们常听到的 尖沙嘴 然后铜楼湾这些地区 中环 对 那小林海分区 大概我们挑几个 大家必去的 你也独家推荐的一些景点 给大家 那我们从这个尖沙嘴 开始说好 好啊 就是我们到香港的话 基本上 大家停留的地区 都是在尖沙嘴 我相信是比较多的 对 那尖沙嘴呢 它基本上 它最有名的一个地方 是1881 就是前香港水井总督 那它是一个 它保留的是一个 英式维多利亚的建筑 那边非常的漂亮 现在已经改成酒店 还有一个小型的商场 对 它就在半岛酒店旁边 另外尖沙嘴的钟楼 就是以前的 九广铁路的一个 火车总站的一个一部分 它是红砖花岗石建造的 所以我觉得那边可以去看一下 我蛮推荐的就是说 你到了香港 你不要只在九龙 那因为在港岛的部分 你可以到它的叮叮车 这个一定要去留宴 对 叮叮车 对 因为就是 它在电车行进的时候 会发出叮叮的声音 所以它们就是叫做叮叮车 那叮叮车 其实我觉得在港岛 它是由东向西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你要站哪边上车 站哪边下车 你只要看到有 叮叮车经过就可以 它的有铁轨 然后有站牌的地方 你就可以上车 你可以沿路上去 去看它不同的一些风貌 去感受一下香港的街景 对 从它的住宅区 再到豪华的大楼 都可以看得到 包括我们还可以去 体验不一样的 我们的敞篷的双程巴士 我们讲的Bus 它都会有分三条路线 然后车上都还会有导览 就各种语言都可以 各种语言都有 九龙也有 港岛也有 对 它都会有 而且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 像那个Bus就是 你不是只有在上车之后 然后在车上参观 你可以到 它有分非常多的景点 你可以到你想要下车的地方之后 你下车 你去参观景点之后 你回到原来下车的地方再上车 你只要车票 就是当天的车票都可以再用 就是你只要拿有效车票 就是实际的景点 随意上车下车都是很方便的 都是很方便的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不错的 包括大宇山 旁边缆车 我觉得天坛大佛 你可以来个大宇山 文化深度 我觉得以日游 我觉得还不错 你可以排一天在这边 对 你可以排一天到这边 因为你在那边的话 大澳渔村 其实它的水乡风情也不错 像它的 海鲜也蛮推荐的 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们的棚屋 就是它们沿着河的两岸 建造起来的 因为早期的 它们的居民 就是不适应在 陆地上的一些生活 因为它们早期移民过来的 生活的方式比较贫穷 所以它们都是建造的一些铁皮屋 是 然后一直沿到现在 所以它们都是 每一户人家的大厅 可能都是通的 厨房都是通的 去感受不同的棚屋的 一个建造的文化 它们的渔村的文化 对 渔村的文化 其实就是那种 蛮独特的一个水乡风情 对 水乡风情 对 没有错 是 这个部分大宇山的文化深度 也是有也是很推荐的 对 而且它的海鲜也蛮有名的 对 大家可以排一下 就是感受完那个都市的热闹感之后 你可以有一种 好像下乡去走 体验一下慢火的一个氛围 对 没有错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节目的最后 小玲有提醒大家 登机前的时候不要忘记 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 对 有一件事情 那我还是还要再提醒各位 其实现在从机场到酒店 到九龙 到香港 它都有机场快线 很方便 而且它都可以 你要离开的时候 可以预办登机 对 我们一直想 那行李怎么办 拖来拖去 对 你可以先预办登机 行李先挂好之后 你要再离开的时候 其实在机场旁边 还有一个outlet 就是东充的东会城 你可以去逛一下 把钱花完 花甘心 那边真的非常好买 从年轻人的什么运动品牌 到精品都非常的多 对 那最后呢 你在那边逛完了之后呢 要离开的 别忘了你买的 巴塔铜卡的鱼额 到机场 就是在一楼 我们在到香港路径的 那个柜台 可以去退回你剩下的鱼额 把那个鱼额跟鸭金 可以退回来 对 可以退回来 对 了解 了解 就是你剩下的鱼额 如果你里面还有50块钱 它就退50块钱给你 还是可以退给你 对 对 对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家离开香港前 一定要记得 是的 好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 也要邀请大家来到我们 城市广播网的网站 玩星星相惜 空中擂台赛的网路游戏 有机会可以获得 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小礼物 那今天的节目 也非常谢谢 宜安旅行社的 业务经理朱晓琳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这些 很实用的旅游资讯 当然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内容真的很多 那如果说听众朋友 你还有一些疑问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 直接洽询 宜安旅行社这边 OK 没问题的 谢谢 谢谢小玲 谢谢您 多元族群分享爱 我们下次见